是什么样的一部国产悬疑局 竟然被70多万网友打出了9.0的超高分数 甚至有网友认为 这就是影视剧中的杨了个杨 开局侮辱人的智商 但越往后看 就越觉得自己智商不够用 就比如故事的开头 大学教授正打算去地铁站抛尸 可他脖子上的抓狠让他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他 当他发现形色匆匆的人们并没有多注意自己时 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可当他走进地铁站 却发现今天突然多了安检的程序 他本想趁保安不注意偷偷溜过去 没想到却被保安一把拦下 他连忙解释里面只是装了些生活用品 并尝试着往前走 可保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突然教授的眼神变得凌厉 可怕的眼神 顿时让保安一阵心寒 保安连忙呼叫同事 却没想到教授一把推开保安 发疯般的向地铁站冲举 可跑进地铁站教授才发现 前面根本无故客戳 而问询赶来的警察也很快 没想到这是教授 竟然说 声称自己包里装的是炸弹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连电视台都来到现场进行采访 这时任队长站了出来 他拿了一瓶水就向教授走去 队长缓缓放下手枪 并脱掉衣服 示意自己对他并没有威胁 可此时教授的情绪却一发激动起来 直到队长宁开水瓶喝了一口 此时口渴的教授才愿意队长滴水过来 可队长刚把水放在地上 就被教授吃退 就当教授想去拿水时 没想到队长瞬间拔出了手枪 教授瞬间就被制服 可当防暴武警全部武装打开箱子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里面竟是一具年轻男性的尸体 而这名被杀的男性 正是平康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检察官江阳 教授声称 江阳是赌成性 因为自己不想借钱给他 从而两者发生冲突 并用信号线杀死了江阳 并带着警察到现场指纹 而且也找到勒死江阳的信号线 在仔细对比过证据之后 教授所述与现场完全一致 证据链完美闭合 可以认定教授就是杀害江阳的凶手 唯有信号线的花纹让法一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并不影响对教授的定罪 于是警方对这宗地铁炸弹案进行了诠释通报 而在通报的过程中 任队长也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这一切实在太顺利了 教授作为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并在转行做律师之后 没有输过一起案件 可这次他居然都没有为自己辩驳 就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果然 任队长的直觉是正确的 评审当天 当法官问其是否认罪时 教授却突然翻供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里 接受谋杀的指控 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因为 此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当时看似完美的证据链 却被教授的不在场证明完全推翻 可当时警察调查时 不仅在凶案现场发现了教授的指纹 并在江阳的指甲里发现了教授的血液皮肤组织 而且当时教授对自己杀人的事实供认准 可现在教授却突然翻供 这看似荒诞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为此警察再次调取了案发当天的监控 而监控中教授的黑色奥迪车 确实在江阳被杀的前夕进入小区 并再也没有出来 唯一有争议的是 监控画质太差 无法确定就是教授本人 面对如此棘手的案情 就连一项自信的言良也沉默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报社记者吴小倩突然送来了一封密名信 而这封信 则让案件更加诡异了 信中写道 如果在24天内警方无法破案 那么这座城市将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而他每隔三天就会给警方寄一张拼图 一旦拼图组成一张完整的图片 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而且神秘人要求 他所寄的图片必须登在报纸头版 如若不然 后果自主 为了安抚神秘人 报社只能印发大量报纸 而这样做也是为了引蛇出动 晚上严良则和助手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可他们刚进屋 阳台竟走出一个女人 原来她是教授的老婆李靖 从李靖口中得知 江阳就是一个无赖 不仅欠钱不还 还混识混合 可严良总感觉女人的话有哪里不对 可她又说不上来 而相对李靖对江阳的看法 吴小倩似乎有不同的意见 还告诉严良 江阳生前有一个女朋友吴艾克 当严良找到吴艾克时 她早已身为人妻 可当她说起江阳 言语中总有一些惋惜 江阳本是平康县最年轻的检察官 而且与自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位 可突然有一天 李靖找到了身为检察官的江阳 而就是这一次会面 不仅让江阳大好的前途就此断送 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李靖的男友郝贵嫔在山区织教室 意外淹死 可多年以后李靖才发现 在当时警方的通报材料当中 写的是郝贵嫔强奸妇女后自杀身亡 对于警方的通报 江阳大为吃惊 因为她知道郝贵嫔不是那样的人 而更让江阳惊讶的是 当时郝贵嫔在支教室 班上的女生遭受侵犯 可侯贵嫔的举报 竟被当地警方视而不见 为此 李靖怀疑 郝贵嫔是在识破某些人的阴谋之后 被人谋杀的 尽管江阳相信郝贵嫔的为人 可是面对李靖毫无证据的猜测 她也只能表示会尽力 而这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那颗种子已经在她心中发芽了 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 能根据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 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 她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 牵手的脱单成功率 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她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政法大学高材生之教山区 却离奇落水身亡 而更离奇的是 死者落水时尽丝毫没有挣扎的痕迹 最最离奇的是 在警方的通报中 死亡原因写的 竟是强奸妇女畏罪自杀 面对好友李静方案的请求 江阳也曾迟疑 可想起自己穿上这一身检查服 既然穿上就注定要为 世间之事鸣不平 于是在无碍可的支持下 江阳开始着手调查 可当他来到档案室 竟发现根本就没有侯贵平的档案 而大队长李建国 则以档案已经封存为由 拒绝了江阳的调查 就在调查一筹莫展之际 江阳想起了当时 给侯贵平验尸的法医陈明章 可陈明章根本就不想 搭理这个矛头小子 可当他听到调查死者 叫侯贵平时 却突然改变了态度 作为当时经手的法医 在检验之时 他就明白了案件 一定存在隐情 可小小法医故障难明 现在既然有人愿意站出来 他当然义不容辞 而条件则是需要 一千元的好住费 听到这个数字 江阳当时就跳了起来 但是为了好友 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可当陈明章把档案 拿到江阳面前时 他又迟疑了 我得提醒你一句 这个信邦 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打开之后呢 就没有回头路了 而此时江阳才真正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而接下来老陈的话 则直接击碎了江阳的世界观 我可从来没说过后果 并是言辞的 可是据说 当初的验尸报告 写的就是落水溺毙啊 很简单 结论 被人窜开了 当这个潘多拉魔盒 被打开之时 也就意味着江阳的生命 开始了倒计时 而另一边 严良也再次收到了 神秘人记的第二张照片 而离奇的是 照片上除了记者 吴小倩的指纹 竟没有任何其他指纹 而且警方也查到 所有的信件 竟是从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记出的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这一切都像是 神秘人有意为之 但不管如何 任队长还是对邮箱 进行了监控 果然在午夜 一名拾荒者 形迹可疑地靠近了邮箱 就是任队长 以为嫌疑目标出现之时 拾荒者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可这时拾荒者 却一脚踩在了饮料瓶上 看来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而目前唯一的希望 只能寄托在 神秘人记的照片上 可照片上的 历经大酒店 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女高中生临近高考 却在学校喝农药 自杀身亡 侯贵平本以为 这个山村会是 她人生新的开始 却没想到 自己之交的第一天 就眼睁睁地看着 学生死在了自己面前 为此她总是把 学生的死归结于 自己的疏忽 从而备受煎熬 直到有一天 她从孩子们口中 得知美香的死 可能跟一个叫黄毛的人 有关系 她才隐约查诀 事情可能另有隐情 但就在两天之前 自己才刚刚见过黄毛 而且黄毛声称 自己是孟美香的表哥 她不明白黄毛 怎么会害死孟美香 直到美香的日记被找到 侯贵平才知道 只要村上面 荣交好的女孩 都是黄毛的目标 而且黄毛根本就不是 孟美香的表哥 而是村上的大流氓 她总是不停地纠缠美香 并且还要强行将她带进城 意识害怕又不知所措的 美香只能选择自杀 而此时侯贵平也意识到 正是自己一手将美香 推进了深渊 如果当时自己能及时阻止 那悲剧就不会发生 为此侯贵平每日掩面痛苦 懊悔自己的无能 可没想到就在自己 正和女友睡觉时 黄毛却突然找上了门 黄毛将侯贵平痛打一顿后 还不罢休 眼看就要对床上的李静下手 气急的侯贵平立马 和黄毛牛打在了一起 好在及时赶到的主任 阻止了事情的恶化 而于气未消的黄毛还扬言 黄毛人 今天我给你面子 黄贵平我记住你了 你再给我过不去 我见你一次弄你一次 其实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 也还有救 李静看似无意提供的线索 立马让严良意识到 一定是侯亮平用相机 拍下了什么才引来杀身之祸 而此时警方在江阳的遗物中 也找到了一个名叫 金山照相馆的收据 也正是这个金山照相馆 让侯贵平从此走入地狱 这是一张价值十万的照片 李大北以照片为要挟 抵消自己欠下的赌债 被人拿捏的浪哥只能无奈答应 而此时的浪哥也并不知道 李大北还偷偷私藏了一张原件 也正是此时 照相馆中一个大汉破窗而入 正是找到照片的侯贵平 回到青州的侯贵平第一时间报了警 警察同志 我要报 然而受理的金石大队长李建国 今儿 照片的事没处理干净 当晚 他刚回学校 黄毛就找上了门带着韭菜声称前来道歉 黄毛不停地给侯贵平道歉 甚至还说要捅自己两刀给侯老师出气 看到侯贵平态度有所缓和 黄毛便把钱摆到侯贵平面前 黄毛见侯贵平并不买账 便直接开门见山了 可黄毛的话让侯贵平感到了深深的耻辱 你们都给我等着 明天我就去举报你们 气急之下便将黄毛轰了出去 然后就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感觉当我什么东西 在向我逼近 果然侯贵平的预打没有出错 半夜 他的房门被敲开 来得竟是声名狼藉的寡妇李春妹 我来您这儿接点热水 而此时发生的一切刚好被看完电影回家的李雪看到了 第二天 侯贵平的尸体在湖边被发现 杂草掩盖了他的身躯 而死因则是强奸妇女 畏罪自杀 另一边 独自查案的江阳 除了从黄老师那里了解到侯贵平被害之前的信息 其他还是一头雾水 又接连受到恐吓 就在他考虑放弃之时 在陈明章的推荐下 结识了号称平康白雪的刑侦副队长朱伟 而朱伟给江阳带来的一条线索 正法大学高材生离奇溺水身亡 原因竟是村上的寡妇来家里借了一次热水 寡妇声称 侯贵平趁自己借水之时借罪意强奸了自己 就在自己前去报案的时间 害怕事情暴露的侯贵平选择了畏罪自杀 可就在当晚 朱伟却接到一个神秘的匿名举报电话 也正是这通电话 让本可全身而退的江阳 再次陷入死局当中 得到线索的江阳第一时间对寡妇丁春妹进行了调查 让江阳奇怪的是寡妇丁春妹身边近带了一个小孩 当被问起孩子的来历时 丁春妹却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恰好这时 案发当晚曾与侯贵平一起喝酒的黄毛突然闯进来 紧觉得朱伟立马意识到其中的微妙 便借口将黄毛带了出去 可丁春妹面对江阳的询问 依然是遮遮掩掩掩不肯开口 而这时经验丰富的朱伟便登场 朱伟的话瞬间让丁春妹心里防线崩塌 支支吾吾地交代了当时的情况 当晚自己是收了黄毛一万块钱 才去侯贵平宿舍的 而黄毛则提前在侯贵平的酒中下入了迷洋 事后自己将留有侯贵平今夜的内裤留在了宿舍 来做事侯贵平强奸自己的事实 并在一个小时之后到派出所报了警 而侯贵平正是自己报警期间跳河自杀的 但是江阳知道 侯贵平根本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之后抛尸水库的 眼看事情败露 丁春妹再也坚持不住 就在他准备说出侯贵平的真正死因之时 黄毛竟正脱手铐冲了进来 黄毛的出现 让丁春妹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再次面对江阳的追问时 一改了之前的状态 而准备继续追问的诸伟也突然接到了立马执行外情的命令 就这样 好不容易出现的线索再次中断了 而江阳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自己早已经成了某些人的肉中之词 看他那个叫江什么 江阳 另一边 报社突然接到休刊调整的通知 神秘人记得照片未能及时登上坡板 而神秘人也没有食言 深夜 一处烂尾楼出现爆炸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在对现场进行勘测之后 竟发现烂尾楼在没有爆炸屋的情况下 竟进行了两次爆炸 离奇的爆炸让严良立马意识了 这个神秘人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而他到底是谁呢 而这是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一个衣着不堪的试荒者 摘下了他的帽子 停工烂尾楼离奇爆炸 起因竟是因为一袋面粉 严良经过多日苦思 终于看破了其中的奥秘 爆炸当天 神秘人用胶条将窗户密封 随后将铝制的水壶放在蜂窝炉上干烧 然后将面粉均匀地洒满全污 在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神秘人在离开之前 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蓄电池风扇 随着屋内面粉浓度的提高 面粉迅速与屋内上升的空气发生碰撞 从而引发爆炸 也正是因为如此 警方才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爆炸物 明白一切的炎良立马开始全程对神秘人进行搜查 而同时对神秘人 展开搜查的还有前任平康县刑警大队长李建国 如果让警察先找到她的话 我们就被动了 另一边 江阳无意间看到丁春妹家抚养的孩子 竟被黄毛带进了卡安大墓 意识到不对的他立马再次来到了丁春妹家 而此时的丁春妹却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江阳立马请来了法医陈明章 而陈明章则发现 原本应该挂在墙上的镜子不见了 而且在案发当天 邻居听到了丁春妹的惨叫声 看来丁春妹十之八九是遇害了 于是朱伟立即对最大嫌疑人黄毛进行了突审 却没想到黄毛就像那毛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 然而这一切早已在朱伟的意料当中 于是在离开之时 朱伟让手下偷偷给了黄毛一部手机 而黄毛则把电话打给了卡恩集团董事长孙船甫 不久之后 朱伟的电话就响了 你昨晚是不是把冤情状了 现在他的律师要求我们立刻帮人 随着李建国打来的电话 所有人物形成完美闭环 而这时朱伟也意识到 当天审问丁春妹十突然接到的外情任务 也一定是孙船甫让李建国使得调虎离山之计 于是 朱伟决定对孙船甫手下胡一浪进行传唤 却没想到在传唤之时 孙船甫竟主动要求回派出所配合调查 然而还没等孙船甫被带进局里 就被前来迎接的县长拦住去路 孙船甫作为当地的优秀企业家 早在二十年前就是当地黑白通吃的人物 而朱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其传唤不仅有违法律程序 甚至还会影响卡恩集团对当地的投资 无奈之下 不仅孙船甫被放掉 甚至连之前抓捕的黄毛也要被迫放掉 只是黄毛没想到的是 本以为逃过了朱伟的审论就可以逍遥反外 却没想到自己人会对他痛下杀手 听到朱伟的话 李建国再也忍不住动起了手 那又是什么原因 能让刑警大队长和副队长大打出手呢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刚执行完任务的朱伟 担心夜长梦多 决定去找黄毛弄清真相 而就在出发后不久 竟发现到田里 一群人正准备杀黄毛灭口 朱伟立马铭枪警告 小混混见状立马落荒而逃 而此时的黄毛也终于明白了坦白才是唯一的活路 然而黄毛的坦白则又把江阳和朱伟 推入另一个更深的大坑之中 从黄毛口中得知 侯贵平之所以被杀害 是因为他手中有一份名单和一张照片 而这份名单上都是被侵犯的女孩名字 黄毛受胡一浪指使 负责在学校搜寻年轻的女孩 然后带进城 交给胡一浪 就在朱伟把黄毛带回所里 准备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之时 时任刑警大队长的李建国却突然赶了过来 李建国以连续居传不符合程序的理由 强制要求朱伟放人 但是朱伟明白这就是孙传福有意安排来阻止他查案的 他大骂李建国就是败类 不仅利于熏心 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于是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好在朱伟也没吃亏 只是接下来他就惨了 李建国以朱伟非法传唤为借口 要对朱伟强行进行调查 而这时的朱伟也明白大祸领头了 于是他叮嘱江阳 一定要跟好黄毛这条线 并把录音交给了他 不久之后 江阳从老城口中得知 朱伟已经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 而原因竟是他开枪恐吓黄毛做伪证 李建国赶到之后 黄毛就立马变脸 他说朱伟用枪指着他 强迫他做伪证指证胡一浪 不然就当场杀了他 并在自己裤裆开了一枪 吓得自己大小便都失禁了 迫于朱伟的淫威 他才说了录音中的话 加上恰好此时 孙传福举报朱伟非法传唤 让是公安不得不 做出了刑居的无奈之举 知道一切的江阳 眼看事实被掩盖 却只能无奈吞下这苦果 现在朱伟被安排去警校回炉重葬 而自己手中唯一有希望指证的录音 也被作废了 如果不是吴俭拼命保了自己 恐怕这次江阳也难逃黑手了 对于江阳 吴俭是有爱才之心的 更大原因是因为江阳 是自己女儿的男朋友 吴俭不希望江阳断送自己的前程 希望他放手 而他不知道的是 江阳此时早已跳入深坑之中 爬也爬不出来了 而江阳的坚持己见 也让自己的爱情就此断送 面对这个心中挚爱的女孩 江阳心中五味杂陈 当初自己是在吴爱可的鼓励之下 才决定为侯贵平翻案的 可如今女友却选择了离他而去 纵使江阳心有不甘 但是心中的正义不允许他就此放弃 曾经那个平康线意气风发的检察官 如今那双眼眸已变得暗淡 可吴俭黑暗中的光亮仍然需要他去点亮 因为他不相信长夜难民 这天李静找到了江阳 他将侯贵平遇害当晚写给自己的信 交给了江阳 信中多次提到自己曾感知到危险 并且还有一张照相馆的收据 也恰好就是这时 自己的老师张超给他来了电话 而让江阳没有想到的是 张超说他爱上了李静 并希望江阳不要再纠缠李静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选择了离他而去 而原因只是他想让人们看到那沉默已久的真相而已 尽管如今只剩一个人 但江阳依然没有放弃追查 他根据侯贵平留下的收据 找到了当年洗照片的金山照相馆 可李大北 张口就是要五万块钱 这可难倒了江阳 好在这时老陈伸出援手 而就在江阳准备好了钱去找李大北时 金山照相馆却离其起火 李大北也在大火中身亡了 而正是在过去的路上 江阳则刚好碰到了从金山照相馆出来的狐一浪 就凭你 带你 害群之马 正义刑警怒斥黑恶势力保护伞 结果被污蔑栽赃并踢出警队 历经三年 诸伟终于再次回到刑警的岗位上 当三人再次重聚一堂 却早已误视人非 老陈决定下海做生意 而江阳现如今也结婚生子 只是在提起如今的妻子时 神色中总有些落寞和遗憾 好在妻子对于自己的事业都无比支持 本是一场老友的温馨重聚 可三个人都知道 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三年来 侯贵平安的线索全部断了 黄毛离其失踪 金山照相馆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加上各方势力的阻挠 江阳也不得不停止了调查 面对这样的结果 江阳更多的是无奈和内心的不甘 如今诸伟出来了 三剑客再次重聚 也燃起了江阳再次调查的决心 时间转眼来到2007年 江阳在对一起斗殴的案件调查中 竟找到了当年丁春妹被杀的线索 嫌疑员为了减刑 供出了团伙成员王海军 曾参与过苗高乡的一起杀人事件 尸体则扔在了苗高乡的后山之中 江阳立马意识到这个被杀的女人 极有可能就是丁春妹 于是在抓捕王海军的同时 组织警力对后山开始了搜查 根据嫌疑人交代的藏尸地点 果然发现了一具骨骸 可老陈一眼就看出这并不是人骨 而是牛骨 难道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又要断了吗 就在大家准备失望而归之时 诸伟却没有放弃 当然老天也没有让他失望 虽然尸体早已腐烂 但是经过DNA鉴定 可以确定就是一具女尸 而且年龄与丁春妹相符 加上王海军的揭发 现在救出幕后黑手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就在两人以为即将真相大白之际 刑警大队长李建国又准时出现了 我听说发生了一企重大命案 就让我接手了 李建国以出现重大命案为由 要强行接手案件 但是诸伟对李建国的用心却是一清二楚 王海军被抓 过不了两年 就是 可无奈关大一击压死人 为了不重蹈覆辙 诸伟这次也只能暂时妥协 好在此次为重大案件 检察院可以提前介入 却没想到第二天 诸伟就冲进了江阳办公室 并深受重伤 快去管 你先走 你先我怎么 王海军竟在昨夜的审讯中离奇身亡了 可当江阳来到医院查看时 却被守门地挡住了去了 但如今的江阳也不是当初的矛头小子了 在江阳的坚持下 他终于见到了王海军的尸体 医院声称王海军是血糖过低休克而亡 但在老陈的远程指挥下 江阳竟在王海军的脖子上找到了针管注射的痕迹 而且通过手臂和脚上的勒痕来看 王海军显然是被人绑住之后强行注射的药物 这摆明了就是杀人灭口 而昨天对王海军审讯的正式大队长李建国 但李建国对于王海军的死却坚称只是一场意外 当江阳要求调查审讯监控时 李建国却说因为失职当时并没有打开监控 江阳明知这是李建国一场自导自演的戏码 可这是领导竟选择的替李建国开脱 江阳也只能无奈忍受 而当江阳问起王海军脖子上的针管时 李建国却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而在最后 李建国也只是因为职责事务被停职调查而已 就在江阳正准备深入调查王海军的真正死亡原因之时 却突然接到电话 原来是儿子不见了 儿子的失踪让这个在面对恶徒都毫不畏惧的父亲慌了 夫妻开始四处寻找 可依然没有儿子的踪迹 而在这时 胡一浪竟突然出现了 并从车上抱下了江阳的儿子 他声称是替江阳照顾了一下孩子 可江阳知道 他是在拿孩子威胁自己 如果自己再查下去 就要危及其二浪 然而面对胡一浪的威胁 这一次江阳并没有妥协 而江阳不知道的是 这一出全都是胡一浪的阴谋 当两人意识到事情不对 再次回到医院时 王海军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曾经意气风发的帅气检察官因遭人陷害 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曾经明亮的眼眸失去了光芒 见到故人也变得唯唯诺诺 甚至就连一时找不到钱包就会嚎啕大哭 而这一切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王海军的尸体被提前火化 难得的线索再次断掉 尽管如此 面对黑恶势力的肆意妄为 也更坚定了江阳揭开真相的决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执着让胡一浪感到了危机 胡一浪以江阳儿子为契机 欲对江阳进行贿赂 但面对美女和金钱 江阳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只是让江阳没有想到的是 胡一浪竟让手下在江阳家中藏了30万现金 并通过在夜总会偷拍的视频 断章取义 污蔑江阳滥用职权 收受贿赂 尽管李静找到了张超为其辩护 但是江阳还是被判了两年 现如今的江阳 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也终于放弃了翻案的想法 本以为能开个手机电脑却残生 却没想到这天 吴俭竟主动找上了江阳 而吴俭的这一次到来 则直接让江阳走上了绝路 吴俭说他当年曾收到过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有人把这个转给我了 而江阳拆开这封信时 差点昏了过去 竟是当年侯桂平收集的名单 和那张至关重要的照片 江阳质问吴俭 可吴俭只是说了一句 他没有勇气 说得不错 能有几个人能有江阳的勇气吗 吴俭送来的信件 让江阳再次有翻案的想法 然而不幸的是 不久之后江阳就住院了 而诊断的结果则是癌症 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而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 回到颜良的时间线 此时江阳的死因 成了颜良最大的困扰 如果江阳是张超杀死的 可张超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如果江阳是自杀 他又是如何自己将自己威死的呢 为此颜良再次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而墙上的老年扶手 引起了颜良的注意 而让颜良更加疑惑的是 丢弃在阳台的伸缩衣架 竟和老年扶手的安装尺寸一模一样 而且根据记者吴小倩所讲 江阳在死前 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死一样 而这一切都深深困扰着颜良 就是颜良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陈明璋竟主动找到了颜良 女孩第一次到男友家过夜 就收到一条离奇短信 短信显示今晚十二点 她所在的小区将发生爆炸 一时间 人们四散奔逃 网上的论坛也瞬间炸开了锅 而原因则是 今早报社运送报纸的货车离奇失踪 神秘照片未能如约和百姓见面 而神秘人也遵守了她的诺言 当天晚上 卡恩集团的陆发工厂就发生了日期限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竟是当年号称平康白雪的刑警队长朱伟 也正是为了引发这次事故 朱伟的行踪也终于暴露了 颜良在对击过当时工厂的入职名单之后 锁定了一个叫周新明的工人 而周新明正是朱伟的化名 于是这两个神交多时的对手 终于第一次相见 对于颜良的到来 朱伟并没有感觉意外 因为按照计划 他此时就该被抓了 颜良也对他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 也许这件事对于别人来说 无法理解 但是朱伟和江阳这些年来 就像两个破瓦罐 一次一次被摔得粉碎 又一次一次不服气地站起来 家庭没了 工作没了 甚至人生也没有了 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黑暗中的一次机会 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黑暗中的一点光亮 而这就是为了心中的一口气 而这口气就是他们的信念 他们坚信 一个人作恶多端不可能逍遥法外一辈子 一个人再有钱权力再大 普天之下也大不过法 也正是因为这个信念 他和江阳相互搀扶跌跌撞走到了今天 对于这样的朱伟严良此时竟感受到了羞愧 最后朱伟也给了严良答案 而严良也给了朱伟一个保证 当朱伟被带会警局 这个尘封十年的冤案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而他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足足七年了 十年前 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来到了苗高香之教 却发现了当地不法商人 利用青年女工性贿赂的手段 获取政府资金扶持的勾当 2000年10月25日晚上 侯桂平无意间拍到了一张照片 也正是这张照片 注定了她的死亡 照片正好记录了这帮恶徒当时的交易 而这幕后最大的玩家 则是青州市原副市长的女婿曾祥果 而中间那个被侵犯女生则是侯亮平的学生葛丽 葛丽也正是侯桂平当时留下的受害名单中的其中一位 当年江阳在丁春妹家发现的小孩正是葛丽所生 因为小孩突发急性白血病需要葛丽的补水配度 她才侥幸活了下来 然而不幸的是 内心的折磨让她早已精神市场 注尽了精神病院 就是说现在仅剩的一名受害者就是李雪 而李雪就是那个当年亲眼见证侯桂平给杀害的女孩 根据诸伟的线索 严良来到了当年侯桂平之教的学校 而在那个教室中坐着一个女孩 当她回过头来 严良呆住了 竟是那个报社记者吴小倩